觀眾今天晚上的小燕之夜 是小男人之夜 如果你曾經二十歲的時候 我記得陳生有一首歌 叫做二十歲的眼淚 二十歲的男人就不再哭泣了 因為二十歲的男人就要離開 因為我們的夢想在他方 但是到了四十歲的時候 我們要再相逢 笑說多年來的無淚的傷痛 今天四十歲的小男人 要相聚在我這裡 他們要談些什麼呢 笑些什麼呢 唱些什麼呢 我們來聽聽囉 好 今天晚上的小燕之夜 是三個小男人 三個小男人是什麼小呢 是臉小呢 還是個子小呢 還是 好 我們來看看 這位看來桔傲不循的男人 卻擁有一個浪漫溫柔的心 她是陳生 只是喜歡自由 不想被拘束 不想要照世俗規定走 她說 四十不惑 怎麼會不惑 我迷惑死了 如果不喜歡現狀 還能怎麼辦呢 黃品源 深情男人的形象深植人心 不論是深情的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還是朗朗上口的小威 都紅遍大街小巷 但在她心中 仍然有個音樂夢 即使自掏腰包 抵押房子 仍要努力完成這個夢 歌壇的神雕俠侶 張宇和太太十一郎 共同走過了十二個年頭 創造多首會計人口的情歌 就算再忙 愛家的男人張宇 卻仍把家庭擺第一 而他們的愛情故事 仍會繼續下去 這三位可愛又執著的小男人 感性多情的他們 又怎麼樣當一個新好男人呢 好 今天的三小男人 就要來到我們現場 因為從去年開始 三小男人的演唱會 一直造成的轟動 現在又來台灣了 這一周回 讓我們歡迎三小男人 三小男人 三小男人來幾個 就一來就說Sorry Sorry... 這個三小男人呢 第一 臉真的不小 除了黃品圓以外 這兩個頭就滿大的 三小男人的年紀 不大 也不小 也不小了 對不對 那三小男人還有什麼地方小呢 我們待會兒來研究一下 要請坐嗎 我們要搶位子嗎 一、二、三 等等 我怎麼樣 我 н難看錯那個口味 çıktı 這個是 坐坐 這個是 這個是... 柴爾森 坐 這個是... 今天有一個美好的開始 坐 好帥喔 好 今天的三小男人來呢 其實呢 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要告訴大家喔 那其實三小男人 從去年在香港的演唱會 然後台北的巨蛋 對不對 然後呢 這次是最終回啊 最終回 10月15的高雄 10月16的台中 其實你知道嗎 很多人去看你們的演唱會 笑到不行耶 好像不應該這麼講 應該是說 感覺好好聽 但真的有人笑到不行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都是實力派歌手 我們又不是什麼三大男高音 什麼高齡峰 什麼那個... 其實喔 你們是怎麼樣子組合在一起 剛開始是 等一下 我們是誰 比如說我跟經紀公司這邊 然後我們想說這個 在香港紅刊做一場 台灣創作歌手的演唱會 那時候就想了幾個人選 那最後決定我們三個人這樣 有想過誰 怎麼會得罪人 比如說那造船啊 等一下 創作嘛 武思楷啊 武思楷啊 吳起弦啊 那個跟他相處多冒汗 你知道 這種節目都戰戰兢兢的 因為是主持人嘛 他們都...他做過主持人的 講話是比較... 不是 他都把黃品園心裡的話講出來了 你在張飛身邊有學到喔 我在他身邊 我學到了精髓 精髓 就是只有這個 頭皮會動嗎 這不容易耶 對 怎麼這樣把頭皮跟腦子分開來 對不對 因為這三小男人 其實有幾種特色 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就這三個小男人呢 其實創作非常多 每一個都是從創作開始 對不對 其實我是從製作開始 你不一樣 你最苦吧 對...我是學徒出身 他也是啊 對啊 我也是啊 你... 我也是啊 也是喔 對啊 所以你們都是苦出身的 對不對 但是每一張專輯 幾乎都是自己的歌嘛 差不多 很少有別人的 很少有別人 不是...就是... 而且像他喔 就一張專輯全一家賺嘛 對不對 對 沒有...他還自己邊娶 自己邊娶 對不對 對 就是他沒有拍照自己照 對 本來也很想 那個跟他出去唱 還自己當評審 這不缺德耶 自己蓋球場 自己打球 自己還當評審 沒有辦法 家裡面我們小孩還小 你小孩已經在當兵了 對不對 我小孩是直接從很小跳到 長大的嗎 誰是父母啊 你才一個而已 我們兩個耶 你幾個 兩個 兩個啊 你小的都沒講啊 不然你再拚一個 我就是要等台北市 今天不是要第三個 貼補三千塊錢嗎 趕快再生啊 其實啊 這個...創作嘛 對不對 創作 而且每一首歌 從擁擠的樂園 到你的...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是你的第一張對不對 是的 然後用心良苦 對 都是你們第一張專輯嘛 用心良苦是我第二張 因為第一張 沒有什麼人知道 這也不能怪我 我是到了第七張 才有人知道第一張 真的嗎 真的... 連我自己都記得 我的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第五張 第六張 我都不記得 所以也不用再記得了對不對 一直到那個 那個... 新樂團幫我打了北京夜 打紅了之後呢 大家才知道 才去尋找以前的作品 原來後來現在大家都知道 第一張叫 擁涌的肉團 其他二、三、四、五、六、七... 擁涌的肉團 不 二、三、四、五、六、七 都不記得 我自己都不太記得了 但是你有些歌 我真的是滿記得的 有...有些點狀的歌 可能有 什麼叫點狀的歌 就是說 三彈來的 我每次都講著 經典的歌曲啊 什麼歌曲 我現在會介紹 你有一首 沒關係啦 我們都習慣他 反正他有一句話是... 他的每一句話我們... 好玩... 好玩 你這樣說就不對了耶 難道你的話我都... 全部都懂嗎 好玩 好玩